嗨,各位朋友们,咱今天来聊聊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,那就是家。 家这个字儿啊,那可太有分量了。 咱老话说得好,家和万事兴,这家里要是和和美美的,啥事儿都能顺顺利利。 可要是家乱了,那可就麻烦咯。 咱先说说这创业和守业的事儿。 现在这社会啊,好多人都想着创业,觉得自己能闯出一番大事业来, 可这创业哪有那么容易啊? 古人云,创业为奸,守诚不义。 这老祖宗早就看明白了,创业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事儿。 你看现在,市场竞争这么激烈,要想成功创业,那可真是难上加难。 咱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吧,这经济形势也不咋乐观,创业想出出路,那可真是不容易。 有的人还不服气,觉得自己有本事,能行。 可你想想,这风险多大啊? 大部分的投资,那都是风险投资,一不小心就掉坑里了。 咱可不能太盲目自信,得有自知之明。 要是不想让自己输得太惨,不想让家人跟着遭罪,那就得把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收一收。 那未来五年,最好的投资是啥呢? 咱来好好说说,首先得守好当下产业。 咱都有个毛病,啥毛病呢? 就是拥有的时候不珍惜,等失去了才后悔莫及。 老话说,花开看者直虚者,莫大无话空者之。 这道理咱都懂,可就是做不到。 你看那些在生活中有点成就的人,为啥能长久呢? 就是因为他们守得住家,守得住当下的产业。 这风浪大的时候啊,咱可不能瞎闯。 你想啊,这风大浪大的,多危险啊。 那些想着靠风险投资力挽狂澜的人,往往最后都葬身于风浪之中。 咱普通人啊,就得守好当下的产业,只要生活稳定发展,再难得难关,咱也能过得去。 人生到最后你就会发现,幸福不是那过山车式的大富大贵,而是胸有成竹的稳定平坦。 咱得珍惜现在拥有的,别老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。 其次呢,要守住日常快乐。 施铁生大家都知道吧? 他说啊,当我刚不能走路的时候,坐在轮椅上,天天怀念能打篮球的时光,每天的怀念非常痛苦。 过几年,在轮椅上升了褥窗,浑身难受,我天天怀念不痒不疼,安安静静坐在轮椅上的时候。 又过几年,得了尿毒症,我总去透析,这时候,我总是怀念当初仅仅是有褥窗的轮椅时光。 你看,这人生中的快乐啊,总是在变。 咱可不能浪费当下,老渴望将来,然后又怀念从前。 未来五年,生活可能会很难,但经济上的困难,不一定能影响咱的情绪,也不能让咱记忆中的美好消失。 咱得做个聪明的人,守好日常的快乐,有了美好的经历和温暖的回忆,咱就能在困境中抵御外界的痛苦和内心的孤寂。 幸福的日常能治愈所有的糟糕,糟糕的回忆,那可会断送咱身处地骨时的希望。 守住日常快乐,就是给将来的自己留希望,然后啊,得守好家庭收入。 现在大家都喊着通货膨胀,存款缩水,这一喊啊,好多人就慌了,焦虑得不行,然后就忙不择路,结果就掉进骗子的陷阱里了。 咱可不能这么傻,咱老祖宗有句话说得好,以不变应万变,在还没看清形势的时候,咱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,收好家庭收入,就不怕财富缩水。 再说了,就算真缩水了,也不是咱一家缩水,大家都一样。 当大家都在进步的时候,不进步就是退步,可当大家都退步的时候,咱保持不变就不算退步。 可就有那么些人,老想着抓机会,以为自己能弯到超车,结果呢,掉进坑里都不知道。 未来五年,咱不想尴尬,就得守好家庭收入,不轻举妄动才不会掉陷阱里。 最后,要守好稳定关系。 这关系稳定啊,那可是对人生最好的投资。 咱人都是感情动物,再理性的人也有感情。 咱这一辈子,要想生活平稳,就得有稳定的关系。 古人云,亏欺者百才不入,亏孝者百事不顺。 这句话可不是光说男人,对咱所有人都适用。 现在社会发展了,女人也能出门挣钱养家。 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纷争,不管男女,出门谋生都得有个清醒的头脑,守好稳定的关系,别让自己陷入复杂的不稳定当中。 你看那些吃亏的人,为啥吃亏啊? 就是因为他们老想着占便宜,结果呢,不仅没占到便宜,还把自己原本有的都赔进去了。 咱总结一下,未来五年,最好的投资就是守住家中的这四样东西。 当下产业,日常快乐,家庭收入,稳定关系。 咱可得记住了,别瞎折腾,好好守住这些宝贝,咱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。 咱再仔细想想,这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咱的财富。 这当下产业,那是咱生活的基础。 日常快乐,是咱心灵的慰藉。 家庭收入,是咱生活的保障。 稳定关系,是咱幸福的源泉。 咱不能光想着外面的世界多精彩,得回头看看家里的这些宝贝。 就像古人说的,金窝银窝,不如自己的狗窝。 家里的这些东西,才是真正属于咱的,才是咱最应该珍惜的。 咱也别老羡慕别人有多成功,多有钱。 人家有人家的生活,咱有咱的幸福。 只要咱守好家里的这些东西,咱的生活也不会差。 未来五年,咱就踏踏实实地,守住家,守住这些宝贝。 让咱的生活充满温暖,充满希望。 咱一起努力,让家成为咱最坚实的后盾,最温暖的港湾。 好了,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。 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家里的这些东西,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。 复杂尔